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祖主席 大家好 有位同修来问说 神明有男女的戚风吗? 神明有男神和女神的戚风吗?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根据我手指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神明是我们看不到的 神明在上期有菩萨的 有佛 它是宇宙的一种力量 空 看不到的 那根本是无相 也就是说没有男相女相 就像金刚经来讲 你以相来见我 这见不到如来的 所以神明事实上它没有然里的气氛 宇宙它是无极的 它没有然里气氛 可是无极呢 生两仪 就像我们在太阳系 我们地球呢 我们就在太极 太阳系 有太阳有月亮 昏阴阳 所以我们开始有相了 有看到太阳 有看到月亮 所以昏阳跟阴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昏北心 阴阳 所以太极的一个世界里面呢 就是所谓的昏阳 那神明呢 我们是来度我们 本来是无相的 它没有然里是婚 没有相对的 它是结对的 这个是到了太极的时候呢 要让我们的气氛 温柔啦 阳刚啦 正面啦 坏面啦 在这个样的一个理论系统里面 道家的理论系统里面 我们就有阴阳 那所以我们拜拜神 是以假来修真 假是一个像 那这个像呢 我们就要依照人有蓝女 就有蓝的神 你的神 就像马祖呢 看起来是女神 他因为故事他说他是女孩子 所以我们调的一个是女神 可是呢 你看马祖的党基 很多是蓝的党基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神明信仰 就是太极的信仰 当然就有蓝女 祭公是蓝的啊 对不对 他再次这个和尚呢 是蓝的 所以我们调的是蓝的像 可是事实上呢 很多祭公的基身是你的 然后祭公的那个什么 信徒也有蓝也有你的啦 就像我们是拜妈妈 只是你的 可是施棍是蓝的啦 可是也是一样信仰他啊 那因为他的后妹是无相 他的活嘛 只是可以到菩萨界啦 活界啦 更高的次圣道 他也是圣人啦 神仙啦 他根本就是无相 我们学习的是他的德性 那德性里面呢 慈悲没有分蓝女吧 没有是蓝的慈悲 你的慈悲吧 没有吧 蓝的也有很慈悲的嘛 所以这个德性 本身的性 这个活性 是没有分蓝养的 它是五级更高 就是层次 那这个是Gwenner Lenz 所以我们拜 雕刻你的马祖 马祖是母亲的象征 母爱 来形容他的精神 那我们呢 祭公光光会出别啊 可是光光在世是男生武将 他就雕蓝的 可是他真正的成神以后 他是个灵性 也是无相啊 不是眼睛跟四伯是蓝了你的 不是啊 不是你眼睛看得到啦 马祖不是眼睛看得到啦 所以我们必须借雕一颗神尊 有相 来修这个无相 因为无相 无极 我们比较不容易贴切 去学习 去模仿他 那有相呢 我们开始来学习 看他的一个慈悲的一个 眼龙 龙眼 就是他的面相 他的妆眼 他的一个和矮像观音 就是很慈悲啊 那种感觉很慈悲 所以我们看到雕像 带动我们的心 因为毕竟我们蓝 还在太极 我们是分有色的 就是看得到看不到 我们要看得到呢 我们才能想象啊 所以神火为了度我们 他必须有相 让我们看得到 那有相呢 我们属于太极的 所以有蓝跟什么 你 那真正神明的信仰 这个神明呢 其实没有蓝你的七分 这个相呢 我们就蓝相跟蓝相的什么 气温 所以你问我说 我们拜的马祖是蓝的你的 当然我们讲是你的啊 因为我们这历史故事 他是女生啊 母亲的象征啊 可是事实上 他现在是无相 我们不能用他是蓝跟什么 泥 因为他是太极 太阳系 引到五极 整个宇宙了 就没有蓝你的那种气温 那以上呢 是郡的分享 那也许呢 各位同修 听了 可是郡说 神明信仰 他有雕像 他会雕 男像 或是女像 或是儿童 或是老年家 那土地公就是老年家 他也是儿童 各种的像 来象征不同的人 来契合我们 来象征他的精神 那透过有像呢 他就有蓝像 跟理像 阳干 柔性的温柔的 有蓝像 跟什么理像 可是事实上 神明本身的本质 的本性 他是没有蓝理其分 以上是顾问的回答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马子慈悲